崩坏你的 不是炮火 而是少年的无需克制 大道理 和我的魂天讲去吧 情绪调配 火力翻倍 开始扫荡 送你一片狼藉 少年的热血 当在战场上酣畅淋漓 胆敢欺负我的伙伴 不止一言不合而已 爱哭的队友 真让人头大 黑白分明的 不只是我头发 痛快而正确的作战法 胆敢欺负我的伙伴 送你一片狼藉 待在记下 可比待在蒙大将军 俯赐再多了 打自己的仗 让别人去写兵书吧 你点燃我了 拒绝成为 无趣 古板的 大人 见过那只白羽之鹰吗 它是我的无拘 有的人话太多 需要接受炮弹的洗礼 不好意思 你点燃我了 离我和我的炮远点 潘尼 是要支付 代价的吗 有家人的地方 就是家 有伙伴的地方 也算是家 别着急 一个一个来 老师 今天我可没毁坏公务 痛快而正确的作战法 开始 扫道 你 你正在危险的边缘试探 我爹唠叨的是套路 我不吃那一套 故乡玄庸 可没有像我这样的射手 一气 适合用行动来支援 不止一言不合而已 季下学院前规则之一 离我和我的炮远一点 这 季下还不赖 起呀 我才不想回 炸裂吧 我的愤怒 言语 有时比枪炮更伤人 班叔 来寄下钱 咱老早就打不照面了 梦里 是否更无拘无束 梦里 是否更无拘无束 别着急 一个一个慢慢来 萌呀的呀 据说是种脾气暴躁的小野兽 少年的热训 当在战场上 酣畅淋漓 哼 哼 一气 适合用行动来支援 嗯 炸裂吧 我的愤怒 嗯 光阴 天空 还有我的 炮声 炮声 。。。